同舟端午 唐 殷瑶番 却问何方是故乡 这首书的意思是说 白发垂到了肩膀一尺之长 已经在异乡过了三十五个端阳了 小孩子见了很高兴又很惊讶 却问哪个方向是故乡 再读一遍 同舟端午 恪发垂肩持许长 离家三十五端阳 儿童见说深惊讶 却问何方是故乡